遊戲暫時只能看到SS級的角色 所以如果你是首抽 又或者想要特別厲害 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還可以按鈴鐺 分享給朋友觀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說說我們的史萊姆《魔物之王》 其實明天會推出 即是15日推出 其實《風差》我都玩過 亦有些不錯的角色在網上的排行榜推出 可以跟大家說說吧 第一款是SS級的物理帽 暫時遊戲只能看到SS級的角色 所以如果你是首抽 又或者想要特別厲害的角色 都一定選擇這款物理帽 好 先說說這款SS級的角色 它的必殺技是暫時遊戲的全體攻擊方面 算是非常強的攻擊 即是它的傷害非常高 另外 它的CD時間亦比較短 所以這款角色大家可以定性為清場 又或者是強火力的角色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找到一款非常強大的角色 一定是這款無誤 其餘的角色 基本上大致上都可以用 又或者是挺好用的角色 現在說的是老伯伯 那隻鬼的阿伯 其實它也是非常好用的 必殺技也是CD短 也是繁用性比較高 如果大家有這款角色的時候 可以去培養一下它 它的單體輸出技能 也是相當不錯的 如果它的普攻 即是如果它有一招是魔限斬 而它進行普攻的時候 有50%的機會 再觸發一次普攻 另外這招亦是無限觸發的 即是如果你非常幸運的話 這角色可以不斷斬人 下一個角色是S級的蒼影 剛才跟大家說的那隻阿伯 其實也是S級的 S級的角色其實相當多 但實用性高的話 並不是說只有一半 這角色的必殺技 亦不錯的傷害 亦有控場 必殺技方面 召喚四隻分身 以及我們的主體 一起進行全體攻擊 可以造成250%的傷害 如果場上每一個分身 就會加上50%的傷害 所以必殺技也是相當不錯的 另外它的招式每個回合開始 它第一次受到的傷害 它便可以閃避到 無論傷害的攻擊數有多少 即是第一次是無敵 我覺得這次都頗好 另外 遊戲方面 我覺得最好用的排名 其實只有一隻A級角色 即是上位 算是不錯的 就是這隻A級的愛蓮 它的必殺技是範圍輸出 即是可以打得多看 還有它的CD時間比較短 另外它使用的氣力也比較少 即是必殺技非常易出 亦可以打到一個不錯的輸出 所以這隻角色是唯一一隻A級 算是非常好用的角色 這個大家要留意了 這樣有的話 也可以重點培訓 另外一隻 也稱為勇德的A級角色 其實就是紅軟 紅軟方面 大家可以留意它的必殺技 必殺技方面 它可以做出一個非常不錯的傷害 所以這也是相當不錯的 另外它的技能 在每回合開始之前 會對敵人造成血量最低的角色 加上印技 簡單來說 這隻角色也算是一隻主要輸出的角色 但在玩的方面 它的難度配合比較難 接下來是S級的珠塞 這隻也是不錯的推薦角色 它的必殺技是一隻全體補血 還可以有淨化負面效果 大家可以理解成奶媽 這隻又是公主 就是奶媽公主 角色方面 它每兩個回合 會隨機限制對方一名角色 沒辦法做到普通攻擊 所以作為一隻奶媽 還有這個控制 我覺得也是相當不錯的角色 另外一招的技能 就是每個回合可以反彈對面帶來的負面效果 其實可以保障我們的隊伍 吃少一點負面效果 另外一隻 我相信大家都猜不到 這隻角色也是S級的 它叫做哥布塔 這隻角色的必殺技 就是對單體造成傷害 還有這個效果就是擊退 另外那次的攻擊 必殺爆擊率也會提高30% 另外的技能就是 每次敵我雙方 一起用必殺技的時候 我們自己的攻擊也會增加 攻擊和防禦也會增加5% 最高可以跌到25% 簡單來說就是 大家用必殺技的時候 它也會增益效果 也會有不錯的增益效果 另外第二招就是 每個回合開始的時候 就有50%的機率 縮短自己必殺技一個回合 簡單來說就是非常好用的 就是一隻不起眼的角色 下一隻應該是大家挺喜歡的角色 這就是S級的紫苑 這隻角色其實就是坦克 它的必殺技就是 我們可以選擇一個敵人 可以做到雲的效果 另外也比其餘三個敵人 會有範圍傷害 打倒控制效果之餘 也可以做到附近的範圍傷害 也是相當不錯的 其餘的技能 第二個回合它的普攻會強化 每次攻擊會連同目標後方的一個敵人 做攻擊 還可以打多一次 對 或者多次的範圍攻擊 如果大家沒有坦克角色 這隻的紫苑其實就沒想過了 一定要有一隻 這樣才可以容易通過其他關卡 最後一隻就是剩下 S級的剩下 雖然動畫出場的時間真的很短 但這隻角色在遊戲中 也相當不錯 大家可以理解成一隻 非常高輸出的角色 我們先看看它的必殺 用了這個必殺之後 就會解除我們身上所有的負面效果 也會加強我們的普攻 用普攻會有十字的小範圍傷害 即是我們可以打到十字型的傷害 同時也會提升自己的50%的爆擊率 以及20%的攻擊 每個回合結束時 就會扣除自身20%最大的生命 簡單來說 就是一隻狂戰士 傷自己之餘 可以打到一個很大的傷害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影片就到此為止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史萊姆這隻動畫 或者這個IP 記得分享給朋友們 讓他首抽的時候 起碼知道自己的角色有沒有用 好 我們下支影片見 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 第二個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